Hello 大家好 今天带大家逛一下休斯顿的City Center 我很喜欢City Center 经常到这里来 另外想与大家聊一下 在美国生活很无聊的话题 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 时不时的有这么一种感受 叫无聊 我有很多亲戚朋友来美国 经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美国这里是好山好水 好无聊 那究竟美国无聊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在美国的生活 总是忙忙碌碌 上班是早出晚归 工作压力也不小 这里的生活环境也挺好的 空气清新 环境舒适 生活很方便 在忙碌当中有一种无聊的感觉 是很矛盾的 所以我所说的无聊不是那种无事可做 我无处可去 我所说的是一种感受 当然了 我要说的只是我个人的感受 欢迎在美国生活 或者曾经在美国住过的朋友 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 那在美国 那在美国为什么会觉得无聊呢 我觉得呢 就是因为在美国大多数地方都没有我们所熟悉的在亚洲的那种城市生活 美国呢 美国呢大多都是大商场 没有小商店 一出门呢 到哪里都要开车 那当趟呢 除了上班 一下了班以后呢 人气楼空 是冷冷清清 这里晚上是完全没有夜市可逛 吃个宵夜什么的 我现在在City Center的中心地段 City Center呢 在城市规划设计上 被称为Mixed Youth Development 就是混合功能开发 我旁边呢 就是一家设计很现代的酒店 这里有很多小商店 餐馆 娱乐场所 健身中心 旁边呢 还有公寓 住宅区 我非常喜欢这里 因为这里的Vibes 这里的Vibes 这里的气氛 这里的人气 让我感到 有我所熟悉的城市的感觉 说到城市 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 我个人的看法呢 就是要Walkball 就可以步行 可步行性 和步行性呢 是千百年来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 但是在美国 大多数城市呢 可步行性呢 都不是很好 我觉得呢 在美国大概只有旧金山 纽约 还有Boston 根据可步行性呢 可以叫城市 美国的大多数城市呢 就像休斯顿一样呢 让你的感觉呢 就像一个大郊区 到哪里都要开车 休斯顿的这些年变化很大 City Center 在城市规划 混合用途规划的 称为是一个楷模 其主要的特点就是Walkball 可步行性 我喜欢这里呢 还因为它有很多餐馆 比如说这家Sports Bar Yard House 在美国很有名呢 它有各式各样的Draft Beard Collection 就是深啤酒 同事朋友 Happy Hour呢 经常都会约到这里 我很喜欢City Center的Life Music 这里呢 每个周末都有 很热闹 它还有很多遗落场所 像电影院啊 剧场啊 因为呢 健身中心也很大 龟幅很大 小的也有 就在我站的这个周围呢 就有十几家餐馆 还有一个Ice Cream Shop 所以呢 我经常喜欢到这边来呢 散散步 吃个饭 听听音乐 很多时候坐到这里 这场景 会让我想到 Louise Armstrong的 What a wonderful worl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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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没有像亚洲城市的那种感觉 我想在美国生活很无聊 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美国的人际关系很淡漠 我指的是公司工作的同事 其实我们在公司 除了这一段疫情非常特殊的情况之外 我们在公司每一天待的时间很长 就说大多数时间都是与公司的同事在一起 在公司里我自己想想 很少好同事成为我们日常交往的好朋友 尤其是在离开公司以后 几乎没有什么来往 像我在公司工作 有一个同事跟我关系非常好 我们认识十多年 他在公司时间比我长 从我进公司不久我们就认识 他一直都很照顾我了 在这个公司的politics上面 我们总是站在一边的 当他决定提前退休要搬家 所以就需要很多这种纸箱子 那正好我们家有很多纸箱子 就是我们搬到休斯顿的时候 很多箱子 让我先生喜欢留东西 他还到我们家来 我们把所有的纸箱子都给他 还在我们家喝咖啡 跟我先生聊天 他在退休的fairware party 其实我还出了很大的力 在集办 那他在退休的时候 因为他有很多vacation没有用 所以他在离开公司之前 就去度假 他的办公室没有收 还有公司的电脑 其他东西也没有还 我们都认为他vacation回来以后 会回公司来收东西 以大家做一个告别 但是当他假期度完的时候 他打电话给我 拜托我帮忙 帮他把东西整理 该还的还 该收的收 当然这个没有问题 都是秘书在做 我只是做一些指导性的工作 那所有的事情都办完以后 他给我写了一个message 就写了 用大写的字母写的 Thank you and take care 就是说感谢你 多保重 我多年在一起工作的好同事 退休离开公司以后 我有时候也会想起他 大约有半年吧 我想起来就说 给他写个message 问候他一下嘛 那我的message呢 是石沉大海 没有回音 我想呢 他可能是退休以后呢 享受生活 过的旅行啊 没有回音 那好久以后 我有一天呢 就跟我老板在聊天 我说我跟他写了message 他没有回 然后我老板 我老板呢 他是非常典型的taxing 德州人嘛 高高大大 谈笑风生 他们俩关系很好了 我老板就给我说 嗨 这个David啊 我给他打了两次电话 他都没有给我回 虽然这个可能是 比较极端的一个case 但是呢 根据我在美国工作 这二十多年来的感觉呢 美国公司的同事 很少变成日常生活的朋友 即使像我有那么几个人 算是朋友吧 但是这些朋友平时都没什么来往 仅仅是在Christmas time 就圣诞节的时候呢 大家互相问候一下而已 对面呢 是非常有名的餐馆 The Testing Room 可以敬你品酒 酒和食物的搭配呢 也是很讲究的 旁边这一家呢 是Cherasco 巴西Cuzin 巴西菜 巴西特色餐馆 在美国觉得生活无聊 另外一个因素呢 就是食物难吃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 觉得美国除了快餐 就是自助餐 最好呢 就是一块牛排 真的很难吃 我宁愿呢 吃方便面 我觉得对食物的认识呢 需要时间 有一个适应转变的过程 我自己在美国好些年 才逐渐喜欢美国的食物 另外呢 刚刚到美国嘛 经济条件有限 所以呢 能够去尝试的也不多 其实呢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各国美食 在美国是应有 应有 尽有 那比如说 City Center这里 餐馆就有好几十家 高档的 翻呆令的 餐馆也不少 还有很多国家的特色菜 特色餐馆 有意大利 法国 巴西 墨西哥 日本 中国 等等等等 各种特色餐馆 大多数餐馆呢 是American cuisine 就是美国菜 那美国菜呢 有些特点呢 主要的呢 就是Fusion 融合各国食物的精华 总的来说呢 在美国生活 感觉很无聊呢 有三个因素 一个呢 是美国 没有我们所熟悉的 亚洲的城市生活 因为美国 大多数城市呢 更像郊区 无法步行 可步行性差 另外呢 就是在美国的人际关系 和人情呢 都很淡薄 我指的是公司的同事 好同事 很难变成好朋友 美国的食物的适应呢 也是一个因素 我们每个人 因为生活环境 生活经历不同 自然呢 会有不同的感受 有些呢 只是一个适应的过程 有些呢 可能是难以改变的现实 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欢迎在留言区留言 感谢你的观看 拜拜 拜拜